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结果 而加总起来才能够预知到底美国总统谁数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以最新的开票结果数字来看的话 拜登是以91张选举人票暂时领先的 那马上带您看这整个区域的图 包括佛罗里达 包括德州都是指标性的州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几个大州还是暂时的开票状况 没有说是最后的结果 因此我们伴随着这个持续开票的状况 马上访问到我们的现场来宾 尤其很多人很担心 这一次美国大选之后 可能会跟我们荷包的缩减 或者是增加有关 很怕就是赌不对了 下不对了 就不对了 但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可是大涨的 很多人很担心说 这美国股市大涨到底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台股好像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反应 我们先请清华来告诉我们一下 到底在这段时间我们怎么样去操作我们的钱 我们大概都知道就川普跟拜登两个人的经济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 川普的经济政策就是减税 那我们都知道他过去减税的时候在股市上确实看到效果 每股从一万七千多点一路涨到快三万点 那现在也还有两万六千多点 那所以变成对市场来讲 一个是减税 一个是加税 预期就会不一样 因为拜登要做加税的措施 一方面是针对企业的盈利所得税 一方面又针对企业的海外无形资产去做课税 对于企业来说那净利率一定会减少 所以理论上股市应该是会往下跌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在看这两个人的时候会不一样 但这两个还是有些细节不一样 因为在川普的时候所谓的奸牙股 像亚马逊这些大型的概念股都非常的好 但是对拜登来讲 他上来要改变川普的政策 他要发展绿能产业 所以变成绿能股在涨 所以变成说这两个人的态势让股市 其实有点那个洗脏温暖的味道 但这前几天本来美股应该是往下跌的 但是昨天很神奇的是各家 经期大幅 各种美股几乎都是大涨的状况 那但是进到今天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美股的盘前期货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小幅下跌 跟台股今天属于那种要涨不涨要跌不跌状况很像 大家都在看 对因为他有两个因素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第一个因素是说这个本来市场预计说 如果这个选举两个人伯仲之间要拖很久的话 甚至搞到12月歹气脱棚的话 这对市场来讲不确定性太高 不确定性太高呢 就变成对股市来说它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所以市场在美股昨天涨就比较像是一个 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消除之后一个安心的结果